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课。 吃晚饭的时候,婆婆突然冲我老公开口。 儿子,妈要告诉你一件喜事,妈怀孕了。 说着,她满眼含泪地拉着我老公的手继续说, 你不是从小就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吗? 这下总算如愿了。 公公也在这时候激动地抹眼泪, 那时候计划生育紧,再加上提倡独生子女光荣, 我们也是没办法。 好在现在政策好,连三胎都放开了。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拖累你, 以后你妈坐月子,我来伺候。 老两口你一言我一句地唱双簧。 眼看都在兴头上,我也不好扫兴, 只是默默地看了我老公一眼。 见她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我暗暗把到嘴边的话又咽回肚子里。 谁知吃完饭,公公开始使唤我。 你妈怀孕不方便,你去把碗洗了。 我琢磨着,碗饭是婆婆张罗的, 我洗个碗没什么,于是答应了。 眼看老两口进了卧室, 我也喊许思哲进了屋。 一到床边,许思哲就开始刷短视频, 我直接把他的手机夺走,认真开口。 老公,咱妈都五十六了, 年纪大不说,老两口还没退休金, 这个孩子不能要。 话音刚落,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 我被吓了一跳,回头就见我婆婆 冷着一张脸三两步冲到我面前, 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经啪的一声,扇了我一巴掌。 老来得子是喜事, 你一个外人,瞎掺和什么? 你说说,哪家儿媳妇像你这么歹毒? 我没想过婆婆会偷听, 也没想过他会突然冲进来,扇我一巴掌。 于是将视线转向我老公。 只见他跟没事的人似的依旧躺在那里, 我瞬间心凉。 这就是我当初认为可以托付终身, 现在却无动于衷的人。 这一刻,我的心比千年寒冰还凉。 婆婆还在骂骂咧咧个不停, 就连我公公也站在门口哀声叹气。 我捂着脸看着婆婆笑, 妈,你误会了,我话都没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就算是要,也不能累着你们。 四者还年轻,不就是多张嘴的事吗? 主要是爸妈你们高兴。 婆婆闻言,原本黑成锅底的脸色瞬间好了很多, 嘀咕了句,这还差不多。 只有我清楚,我一个外人, 真不能掺和人家的家事。 我和我老公是大学认识的。 我们都是农村出身, 工作三年,省吃俭用, 才勉强付了首付。 新房定下后,草草结婚, 如今不过一年时间。 就在三个月前, 公公婆婆说来看我们, 住下来的第二天就催声不说, 一住就不愿意走了。 我委婉地跟我老公提过这件事, 他倒一脸无所谓, 甚至还安慰我, 有爸妈他们再多享福。 你不用做饭, 也不用打扫卫生, 多出来的时间还能追剧刷视频。 话虽这么说, 可我总觉得怪怪的。 正当我庆幸婆婆不再催生, 今天她就宣布了这样的消息。 眼看婆婆心满意足地离开, 老公拿回手机, 又开始刷视频, 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 见我站在那里不动, 她头也不抬地说了句, 你也别介意, 刚才你的话的确说得不合适。 还疼啊? 要不我给你揉揉? 不用了。 我应了句松开手, 收拾东西去卫生间洗漱。 既然婆婆要生, 那就生吧。 反正承担风险, 怀孕生子的不是我, 以后养孩子的也不是我。 我只是难过, 从恋爱到现在, 整整四年时间, 我居然到现在才看清楚她的嘴脸。 联想到宣布怀孕当天, 公婆就让我收拾碗筷, 第二天, 我主动留下来加班。 甚至在正常下班时间, 特意给许思哲发了条消息, 加班, 晚饭不用等我了, 你们先吃。 这家人的嘴脸我已经看清楚, 与其早点回去做牛做马, 还不如当个社畜。 最起码, 社畜还有加班费。 等我回到家, 已经八点多了。 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面前摆着果盘, 里面都是优质坚果。 见我回来, 贴了我一眼, 开始嘟囔。 都几点了才回来, 加班能有几个钱, 怕是都吃尽肚子了。 我可怜的小乖乖, 还没出生, 奶粉钱就被嫂子吃没了。 我一阵恶心, 什么时候我的加班费 成她孩子的奶粉钱了? 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说, 只是把包包放下, 笑咪咪开口, 晚饭公司有加班餐, 不花钱。 婆婆文言, 愣愣地看着我, 最终无话可说。 我以为回来得足够晚, 就可以不用面对 这家人丑陋的嘴脸, 更不用做那些 永远都干不完的家务活。 谁知道包包刚放下, 婆婆一边吃着松子仁, 一边又发话了。 小贤, 把家里的脏衣服 收拾收拾洗一洗。 我跟你霸屋的, 还有丝折屋里的, 都找找看。 我扫尸了一眼, 婆婆的眼睛 根本没离开过电视, 手里抓着一大把松子, 果壳掉得满地都是。 如果换作平时, 我肯定不计较那么多, 琢磨着他们住不了几天, 默默去收拾。 可现在我想通了, 婆婆哪里只是住几天, 这是打算赖在这里了。 反正这些活我也不想做, 嘴上答应不动就行, 犯不着正面起冲突。 最重要的是, 这个婚我暂时不想离, 想近距离吃瓜。 看看老来得子的婆婆一家, 怎么继续相亲相爱下去。 因此听了婆婆的话, 我应一声, 转身往房间的方向走。 蹲在旁边给婆婆捏核桃的公公, 也在这时候开口, 你妈怀了孕。 这段时间就多辛苦辛苦你, 你放心, 等以后我们劳两口没了, 什么都是你们的。 我随意地哼了一声, 压根没搭理, 就他们。 面朝黄土被朝天地忙活半辈子, 除了家里那一亩三分薄地, 外加三间平房, 有什么好留给我们的。 况且, 我不是个外人吗? 许思哲躺在床上玩手机,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我有尝试过, 家不大, 隔音也不算好。 所以, 刚才外面的对话, 他都能听到。 可他就跟没听见一样, 眼皮子都没掀一下, 继续玩游戏。 行吗? 要玩一起玩, 谁还不会了。 就这样, 我也往床上一躺, 他玩他的游戏, 我刷我的视频。 约末九点左右, 我收拾了衣服, 就去卫生间洗澡。 洗漱完毕, 也不管外面怎么样, 直接钻进被窝, 继续玩手机。 我这才知道, 原来什么事都不管, 什么家务活也不用做, 每天只需要上下班 玩手机的日子, 到底有多爽。 正当我刷手机 刷到犯困的时候, 房门又猛一下子被推开。 我猝起眉头, 有些不满这种 不敲门就进来的习惯。 抬眼就见婆婆站在门口, 带着嗓门嚷嚷。 我说赵小贤, 刚刚不是跟你说, 让你把衣服 收了洗一洗吗? 你怎么动都没动? 我把手机一收, 做出一副想起来的样子开口, 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妈, 你先别急, 我这就起来收拾。 婆婆拉着一张脸, 却又不好发作, 一边进来收拾许思哲 扔在地上的脏衣服, 一边没好气地开口, 不用了, 我跟你爸的脏衣服, 你爸都收进洗衣机了。 行了行了, 睡都睡了, 你躺着吧。 她弯着腰, 剪完脏衣服后, 还不忘叹一口气, 好似弯腰剪衣服, 真把她累到了似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照例起床, 洗漱完, 便去上班。 走进客厅, 就见一地狼藉, 瓜子可果皮纸屑, 应有尽有。 然而这一切, 我全当看不见。 反正早餐可以在外面吃, 至于他们, 谁想伺候谁伺候。 接下来的时间, 我依旧用这样的套路 跟婆婆他们周旋。 婆婆一开始 还是会吩咐我做各种活, 而我也一如既往地 打着哈哈答应, 实际上根本不动。 她见识我使不动, 喊我我态度又好, 就算跟我吵架, 也没有导火索。 到最后似乎妈了, 不再使唤我, 而是把有些活 交给许思哲。 许思哲不愧是 婆婆的好儿子, 不管使唤什么活, 总而言之, 比我喊要管用得多。 高龄产妇 就是高龄产妇, 随着月份慢慢增大, 地端就出来了。 这天婆婆跟公公 一起去医院产检完, 回来脸色就不太好。 我心知一定有什么事, 便凑上去问, 妈, 今天产检结果怎么样? 医生说什么了? 公公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婆婆被我这么一问, 立马红着眼睛抹眼泪。 医生说, 我年龄大还三高, 再加上之前有点渐红, 情况不太好, 说不定孩子都留不住。 说到这里, 公公又叹了一口气, 你说说这到底咋回事, 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结果就这。 老两口你一言我一句, 在他们的道道续续中, 我了解到了另外一件真相。 原来婆婆早就到了必经的年纪, 可她还心心念念再生一个孩子, 于是这两年没少看中医调理身体, 只为了强行干预身体, 让自己还有生育能力。 也就是说, 老来得子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老两口蓄意为之。 听他们说完这些, 我也只是默默站在一边不搭话。 最后, 婆婆还不忘愤愤吐槽, 现在的医院都是骗人的, 不去查什么毛病都没有, 一去查什么毛病都给你编出来。 老爸, 你说是不是? 公公跟着附和, 就是, 现在的医院就会骗人, 还不是想骗钱, 我看你就是体虚缺营养。 有了公公的肯定, 婆婆更加大言不惭起来, 肯定是这样。 我们以前生孩子, 都是等生了才去卫生院, 有的来不及, 都是在家里生的。 哪个跟现在的人一样? 动不动就去医院产检, 照什么避钞? 我听人说, 避钞罩多了, 对孩子不好, 不去了, 不去了, 我看就在家里安心养胎的好。 我一听, 更乐了。 不去产检好啊, 不去产检, 能省一大笔钱。 从这天开始, 婆婆就真的没再提产检的事。 我照例以公司加班, 或者别的事为借口, 尽量晚一些回家。 可躲得过周那躲不过周末, 周六中午, 公公喊了许思哲, 做了一大桌子菜, 表示要开个家庭会议。 不用多说, 单单看婆婆和公公讨好的笑脸, 我就猜到是什么了。 果然, 碗筷刚摆上, 公公就笑着冲我开口, 小贤, 我跟你妈知道, 你们小两口现在结婚没多久, 不想那么早要孩子, 所以也想通了。 你们想什么时候, 要就什么时候要。 年轻人嘛, 事业为重, 也是应该的。 婆婆跟着附和, 对对对。 许思哲已经拿起筷子夹菜了, 一边吃一边说, 爸妈, 你们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我跟小贤又不是外人。 我点点头, 对, 有什么事就直说。 婆婆笑得更欢了, 冲公公几眉弄眼。 公公起身, 给我倒了杯果汁, 继续道, 是这样的, 你妈现在怀孕了, 我琢磨着她年纪大, 应该多补补, 要不然肚子里的小娃娃, 营养跟不上。 想当年你妈怀思哲的时候, 家里条件不好。 四折生出来, 又瘦又小, 跟猴子似的, 一想起来, 我这心呐, 总不得尽。 我看着婆婆的双下巴, 笑了笑, 妈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 补, 当然得补, 这个我赞成。 婆婆文言, 嘴角都压不下去了, 对我连连夸赞, 我就说咱们这个儿媳妇好, 哪家儿媳妇能抵得上咱们家的。 公公也笑呵呵地点头, 说补补也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我们俩没收入, 眼看手里头有的一点也快用完了。 既然你也喜欢小孩, 也支持你妈把这个孩子生下, 不如这样, 四折的工资用来还房贷, 你的就拿出来当家用, 给你妈买买补品。 你放心, 工资交给我们我们肯定不乱花, 除了平时家用, 剩下的都给你们攒着。 听到这番话, 我差点坐不住了, 到底脸有多大, 还想让我上交工资? 可尽管公公婆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许思哲还是没反应。 我笑了笑大腔, 爸、妈, 你们也知道, 我工资就那三瓜两枣, 恐怕拿出来根本就不够你们花。 倒是思哲的, 每个月发不少呢? 言下之意, 我不愿意。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老两口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脸色不太好。 公公直接把筷子往桌上一扔, 那你妈的营养品怎么办? 许思哲不耐烦了, 不就是点营养品吗? 行了, 我买就是, 为了这点事板个脸, 至于吗? 吃饭? 这件事看似就这么敲定了。 当天夜里, 许思哲破天荒地跟我谈起这事, 一改之前的冷漠, 反而抱着我开始说各种好话。 你看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 她们的确早就想要个二胎了。 妈还说了, 她们去把过卖, 医生说她肚子里的是个女孩, 我们每个月就给点生活费, 以后养大真要嫁人了, 彩礼前不也是我们收。 我真的要吐了。 甚至这一刻还在反思, 我到底嫁了个什么玩意? 先不说这孩子是谁的, 难不成在她眼里, 女孩养了就是用来换彩礼的。 看来, 我婆婆这一招反向洗脑用得挺好的。 我认真地看着她说, 你也知道我公司就是个小破公司, 一个月拿不了多少, 平时我也还要花销, 真没多的。 你要给我也不拦着, 毕竟这是你爸妈, 但是想从我这里拿, 根本不可能。 没想到, 我一句话立马惹怒了许思哲。 她提高了音量喊起来, 赵小贤,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自私的人, 让你拿点钱怎么了? 门再次被推开, 毫无例外, 又是我婆婆。 还没显怀, 还没显怀, 已经扶着腰了, 另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嚷嚷, 我还真当你是个好儿媳妇,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嫁进我们许家, 你吃的用的, 还有你兜里的每一分钱, 就都姓许。 我气急了, 之前忍了他们那么久, 现在还被婆婆指着鼻子骂, 再联想到前几天被她扇了一巴掌, 我忍不住了, 当即对了回去。 我们两口子讲话, 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每次进来都不敲门, 一把年纪怎么连点素质都没有。 婆婆没想到我会顶嘴, 立马捂着胸口, 骂我没素质, 气死我了, 儿子, 打, 给我抽她这张臭嘴。 我以为许思哲不敢, 谁知她大步冲上来, 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男人的巴掌力道大, 我被打得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脑子也跟着嗡嗡的。 我想过这一天会到来,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反应过来以后, 我立马哭出来, 捂着被打肿的脸, 拉开门冲了出去。 等一口气跑到楼下, 走到几个正凑在一起聊天的邻居前, 我才又哭着打电话报警, 控诉许思哲家暴。 许思哲没追下来。 我了解他的毛病, 跟我相处这么多年, 多数都是我迁就他的。 哪怕这次出手打我是他的错, 在他妈面前, 他也不会主动低头。 好在报警没多久, 警察就来了, 当着邻居的面, 我再次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怎么惨怎么来。 加上报过警, 警察没办法, 只能带着我上楼调解。 或许因为有警察在, 再加上几个邻居也跟着凑热闹。 这下大家都知道, 婆婆怀了孕, 还要我出营养费的事。 婆婆脸上挂不住, 只想赶紧把事情解决了, 所以认错态度很好, 甚至连许思哲都主动跟我道了歉。 等警察离开以后, 许思哲才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解释, 真不怪我打你, 实在是你说话太过分了。 我也只是跟你商量而已, 你就这么说我妈。 算了算了, 反正你工资也没几个钱。 回头从我工资里, 每个月给他们云个千把块, 这是你就别管了, 但是家用开支, 你总得掏吧。 我不可否认。 同时也恍然大悟, 许思哲一口一个我妈, 居然还是个妈宝男。 从这天开始, 之后每次下班回来, 我都能看到 婆婆窝在沙发上吃东西。 公公殷勤得不得了, 一会儿是水果, 一会儿是坚果, 没少往婆婆手里塞。 当然了, 除了那些孕妇奶粉、 钙片、维生素, 以及一堆不知道 从哪里买来的杂牌蛋白粉, 也一股脑给婆婆吃。 美其名曰补身体。 短短一个月时间, 婆婆的身体 像是冲了气的气球, 肉眼可见胖了一大圈。 她们恐怕还不知道, 孕妇三高到底有多危险。 如果孕妇有高血糖, 除了会导致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发病率升高, 还会导致胎儿生长受限, 包括且不限于出现巨大儿、 早产、胎儿畸形等情况。 高血压就更不用说了, 会对孕妇造成各种心脑血管意外, 严重地还会导致胎死宫内。 高血脂则会造成胎盘血栓, 每一项都是不可轻视的危险。 再加上她五十六岁高龄, 风险更大。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非要生孩子的人又不是我。 说起来, 婆婆还是比较幸运的高龄孕妇。 即便三高加上狂补, 肉眼看起来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没几个月时间。 不仅她自己体重飙升, 就连肚子也大了不少。 然而怀孕五六个月的她, 挺着大肚子的样子, 倒是跟很多快临盆的孕妇一样。 或许是因为上次报警的事 让婆婆耿耿于怀, 也或许是没有从我这里 捞到营养费。 自从那件事之后, 婆婆没少在我面前阴阳怪气。 每每摸着肚子感慨的时候, 总会说一句, 有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眼看结婚快一年了, 肚子连点动静都没有。 把麦的大夫说, 我肚子里的是个女娃, 我怎么觉得像个男孩? 男孩显怀, 要不我这肚子咋这么大呢? 我懒得搭理她。 有这样的家庭, 有这样的婆家, 还指望我再生个孩子, 那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我八部的这场戏看完, 赶紧走人。 时间一晃, 眨眼间婆婆已经到了孕晚期。 比起前几个月, 婆婆明显变得更加不爱活动。 就算是站起来走几步, 都能听到她气喘如牛。 一切变化我看在眼里, 她却似乎没有察觉, 只是每天都活在对孩子出生的期待中。 这天刚下班, 大门打开, 就见原本坐在沙发上的婆婆 突然皱起眉头喊起来, 老伴, 老伴不行, 我怕是快要生了。 哎呦喂, 不行, 疼, 赶紧地, 喊儿子啊。 我静静地站在一边, 看着公公一阵手忙脚乱。 想去俯喊肚子疼的婆婆, 又忙大声呼唤 窝在房间打游戏的许思哲。 听到动静, 许思哲麻溜从卧室出来, 看到她妈嚷嚷着要生了, 跟着嘟囔一句, 怎么这就要生了? 昨天你不还说才九个月, 不到时候。 婆婆疼得呲牙咧嘴, 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 怕是要早产了。 许思哲这才赶紧跟着公公一起, 父子俩费力地扶着 已经没力气走路的婆婆, 匆匆出了门。 见此情形, 我也立马跟了出去, 毕竟真正的好戏, 就要开始上演了呢。 一家人钻进车里, 很快来到了距离最近的一家医院。 医生匆匆检查了一番, 得知婆婆是高龄孕妇, 又因为身体状况等原因, 当即给了剖公产的建议。 原本还疼得挨压个不停的婆婆, 这时候立马来了力气, 惨白着一张脸骂起来。 不剖, 你们这些医院, 一个个黑了心肝, 让我剖公产还不是想多赚点钱。 我们当年生孩子的人, 哪个不是顺产的? 好好的人非要挨一刀? 医生文言, 也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解释道, 阿姨, 我真没有骗你, 你是高龄产妇, 再加上胎儿头围过大, 不适合顺产。 婆婆直接打断她的话, 什么头围不头围, 少在这里扯我听不懂的, 反正我不剖。 说完转身冲许思哲开口, 儿子, 咱们换家医院, 妈, 妈还能忍忍, 我就不信了, 这孩子不剖生不出来, 医生没办法, 把视线转向我, 求助道, 你是年轻人, 要不你跟你妈说说。 我当场拒绝, 医生您误会了, 我是他儿媳妇, 做不了这个主。 医生一听, 苗董, 点点头, 又朝着许思哲走去。 他先把婆婆当前身体状况阐述了一遍, 又把婆婆如果非要顺产, 可能发生的危险, 也告诉了他。 许思哲闻言, 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走到婆婆面前好说歹说。 可即便有许思哲这个亲儿子劝说一通, 婆婆最后还是坚持顺产。 或许是公缩没那么疼了, 婆婆开始了她的长篇大论。 儿子, 虽然你说了这么多, 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瓜熟地落的道理你该明白吧? 剖公产就是强行把生瓜担子摘下来, 你说, 生瓜担子能比自然熟的瓜好。 而且呀, 顺产的孩子才聪明, 抵抗力好, 不光妈要顺产, 以后你俩有了孩子, 也必须顺产。 我笑, 这老太婆还真会想。 只可惜, 她要失望了, 我从来都没想过给她儿子生孩子。 由于婆婆的坚持, 医生也无可奈何, 只能同意顺产。 我坐在门口刷手机, 许思哲和公公两个大男人急得在走廊走来走去。 更好笑的是, 路过的一个孕妇。 看到公公和许思哲这副模样, 当即对自家老公一顿训斥。 你瞧瞧人家婆家人, 儿媳妇生个孩子, 公公和老公都急成什么样了, 也就你家冷漠无情, 连看都不来看一眼。 公公和许思哲意识到是在说自己, 两个人相视一望, 脸都有些滚烫。 身为外人的我, 文言只是笑笑, 继续刷手机, 看着里面的搞笑段子, 努力下压上扬的嘴角。 从进产房到处来, 足足花了一整天时间。 期间, 医生下达了好几次通知书进行抢救, 公公和许思哲手忙脚乱, 而我冷眼相看。 好在夜里十点, 产房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只是医生走出来后, 脸色十分凝重。 公公迫不及待地询问, 生了, 男孩还是女孩? 医生叹了口气, 是个男孩, 虽然显知又显, 但好在算得上是母子平安, 产妇等下会转到病房, 孩子你们看看吧。 看着医生一脸复杂的模样, 我就知道事情肯定不那么简单, 于是也跟着上去凑热闹。 公公见孩子出来, 之前的焦急担忧立马一扫而空, 抱着孩子乐得合不拢嘴, 冲着许思哲开口, 你看, 弟弟长得多像你, 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嘛。 我探头张望, 在看到孩子五官的一瞬间, 也被惊住了。 眼距宽, 眼裂小, 眼外侧上斜, 鼻根低平, 看起来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这一瞬间, 唐侍儿这三个字, 快速在我脑子里闪现。 我将视线落在一边的医生身上, 见医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凑上去询问, 医生,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医生叹了口气, 你也看出来了。 没错, 就目前的情况以及新生儿初步检查来看, 极有可能是个堂室儿。 我听说产妇生孩子前, 连产检都没做过, 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 把婆婆的长天大论一股脑说出来, 听得医生目瞪口呆, 最后只能摇头, 怎么都现在这个年代了, 还有人信这种事? 高龄孕妇本来就危险。 说到这里, 她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 现在好了, 一个堂室儿, 害的可不只是孩子一个, 是一个家庭啊。 我表示赞同, 可害的又不是我, 毕竟我马上就是真正的外人了。 婆婆被转进病房, 我也跟着进去凑热闹。 昨天还看起来生龙活虎的婆婆, 现在躺在床上, 跟一根老苦瓜似的。 鼻子插着氧气, 脸色差到了极致, 看到我们又开始掉眼泪。 哇他爹, 为了这个孩子, 我可是拼了老命了。 医生说, 有好几次我差点活不过来了, 你说这小祖宗怎么这么磨人? 从婆婆哭诉的只言片语中, 我得知生产前它到底有多难熬。 除了痛得死去活来, 还大出血果。 用婆婆的话来说, 是他命应, 阎罗王才没带走他。 正讲得起劲, 医生又走了过来, 这一次他没有隐瞒, 而是把新生儿是唐侍儿这一事件 告诉给了婆婆。 婆婆一愣, 问, 什么是唐侍儿? 我没说话, 而是把他的手机拿出来, 打开短视频软件, 搜索唐侍儿给他看。 婆婆看完, 整个人都傻了, 当即把手机甩了出去。 胡说八道,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长成这样, 小孩子眼睛小那是因为没睁开, 鼻梁他也是正常, 撕折小时候鼻子也塌, 长大点不就好了。 你们医院, 就是想骗钱。 闹腾到最后, 哪怕身体还没完全复原, 也硬要出院。 遇到这样的产妇, 医生也是没办法, 只能让家属签了责任书, 承诺产妇出院后, 一切后果与医院和医生无关, 这才同意出院。 四日一大早, 医生陆续上了班, 婆婆就催促公共, 办理出院手续。 而我夜里, 看完唐侍儿和婆婆, 就早早回家了, 四日一大早, 他们还没回来, 我又去公司上了班。 谁知下班回家, 婆婆看到我又开始发话了。 小贤, 虽说我没能生个女儿, 可这也是你小叔子。 生之前, 你就没怎么掏营养费, 这回奶粉钱, 你出不过分吧。 这孩子, 你要是对他好, 等他长大, 一样给你们养老, 不亏。 我笑了笑, 你想多了, 奶粉钱再怎么都轮不到我一个外人处。 说完, 我又冲着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许思哲开口, 我们离婚吧。 许思哲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 随后又继续打游戏, 嘴里嘟囔了一句, 离婚。 神经病吧你, 好好的离什么婚。 看样子, 他真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 我再次开口, 听好了, 我没开玩笑, 协议我你好了, 你签个字, 咱们现在去民政局申请离婚, 还来得及。 这下许思哲不再打游戏了, 而是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 冷着脸拒绝, 赵小贤, 你听好了, 不管你发什么神经, 离婚, 你想都别想。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 干脆不跟他掰扯下去, 点点头继续说, 好, 不想走这条路也没事, 我会跟法院提出起诉, 到时候一样离的了。 许思哲冷笑一声, 一脸的无所畏惧, 赵小贤, 少在这里骗我, 只要我不同意, 驳回上诉, 你就没办法离婚。 我把协议书往桌子上一扔, 那就走着瞧好了, 看看这个婚, 我到底离不离得了。 协议上我已经签了字, 属于我的东西, 昨晚上他们还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已经搬走了。 所有的委曲求全 并不是无脑的忍让, 而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早在心里萌生离婚的念头时, 我就找了律师, 并且按照律师告诉我的方法走, 甚至包括最后许思哲打我的那巴掌, 以及当场报警控诉许思哲家暴的事。 法律规定, 家暴出警记录可以作为证明家暴的证据之一。 如果家暴证据充分, 法院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通常会判决离婚。 身为婚姻中的弱势方, 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 也是无奈之举。 半个月后, 许思哲在法庭上出席, 被我方律师控诉的毫无招架之力, 法院当场判决离婚。 不需要离婚冷静期, 及时生效。 至于财产分割, 我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前婆婆住院生孩子, 的确花了一大笔钱, 让原本就没有钱的许思哲雪上加霜。 她原本是想借着离婚财产分割, 拿走我的钱。 可我欠了信用卡, 而这部分欠款, 也属于夫妻婚内共同债务。 许思哲非单拿不到我的钱, 还需要支付房子变现的一部分给我, 并且成了负债人。 至于我的工资, 早就以协议模式, 以赡养费为由, 合法支付给了我妈。 尽管许思哲弃个死,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帮我还信用卡的债务。 走出法院, 看着手里的离婚证, 我笑了。 这一账虽然有些持久, 但总算有结果了。 但还不算结束。 离婚后, 我妈把之前我交给她的赡养费 还给了我。 从婆婆扇了我一巴掌那天, 我就把所有事情 跟我妈说了一遍, 并且严肃地告诉她, 这个婚我必须离, 而这个忙, 也只有她能帮。 尽管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我妈还是避免不了 像其他父母那样, 冲我叨叨。 她说, 女人还是得结婚生子, 让我趁着年轻, 再找一个结了。 我拒绝了, 直接问了她一句, 男人除了提供精子 让我生孩子, 还有什么用处? 她张了张嘴, 尴尬地开口, 至少有个男人在身边, 知寒知暖, 现在的男人, 也不一定全是许思哲那样的。 我打算她的话, 妈, 四年多, 我认识许思哲四年多, 婚后才看清楚她的嘴脸。 是, 我承认是有好男人, 但我遇到的几率有多大? 难道就非得有个男人, 才会知寒知暖吗? 妈, 你不也是疼我爱我的人? 我妈一瞬间掉了眼泪, 她别过头, 语气略带哽咽, 可妈妈, 总有死掉的那一天, 等妈妈不在了, 谁疼你呢? 我轻轻地抱住她, 等到那时候再说吧, 妈妈还要活很久, 长命百岁。 两年后, 我用存下的钱, 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把相依为命的妈妈 接过来一起住, 母女俩一起逛街, 一起做饭, 一起追剧, 除了种些花花草草, 我还养了只猫, 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快乐。 至于周末, 还能和闺蜜一起逛街看电影, 这种不结婚的日子非但不难过, 反而幸福极了。 后来, 也有人告诉过我许思哲的现状, 听说他们一家过得很凄惨, 婆婆生下堂氏而后, 落下后遗症, 身体差得要命。 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修养身体, 靠中药续命, 家务活不能干, 孩子也看不了。 一直以老来得子为骄傲的公公, 再也不能跟老头下棋, 不能跟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只能待在家里带孩子。 许思哲赚来的钱, 全都花在公公婆婆, 以及唐侍尔弟弟身上。 可即便是这样的家庭, 居然还有没人说亲。 许思哲的皮囊不难看, 只是对方一听他结过婚, 父母没有退休金不说, 还有个刚刚姑姑坠地的唐侍尔弟弟, 相亲就立马黄了。 所以, 这两年时间里, 尽管许思哲相过无数亲, 但谈到结婚时, 全都被劝退。 渐渐地, 因为名声臭, 连说亲的人都没有了。 朋友还在滔滔不绝, 我笑笑打断他的话, 不用再告诉我这些了, 他们以后过得是好还是坏, 都与我无关, 毕竟我是个外人。 我再得反过来。 主持人们的